我想下个礼拜的 历经卡拉OK最后一页 会是我最后的演出 以后不会在南半人中的演出 不得不承认已经是年纪真的大 年轻找他行腿 老来的我行腿找他 顺便跟比较年纪的朋友讲 要预防摔倒 摔倒真的很可怕 上次录影我是 我说坚持不拿拐杖 不做轮椅这样录影 不好看 那现在走几路来 其实 骑啦 走大概几十公尺 就要稍微停脚 让脚再舒缓 我觉得现在两只脚印 不是我的一样 因为有点 跟身体是分开的 脚印 蹦恰恰五月初在家滑倒 脚装整个反折膝盖大平雨血 但他月中还是强忍着脚伤 前往云林录影 今天要跟他讲一件事情 其实有点点 对我来讲有点残忍 就是我们那个历经卡拉OK的最后一页 寻演了29场 马上要进入第30场 然后每一场的化妆需要去掉 一个半至两个钟头 因为我有女人嘛 考虑了很久 我觉得以我现在走路的状态 没有办法演出一个女人的 我说今天不谈在乎 还是要谈一下 就是希望能够全心全意 来做反载的动作 我想下个礼拜的 历经卡拉OK最后一页 会是我最后的演出 对这个角色最后的演出 我们也在寻求 有没有接班人 你就算我广告好了 也没关系 在下个礼拜 6月10号11 12 三天在卫武营 第一次进高雄 就是云林卡拉OK的最后一页 我是真的把它演完 是我的最后演出的 陈立青的这个角色 以后不会在南半女庄的演出 不会在这种演出 下个礼拜 希望大家 不要看待一天 永远没帮不及 拜拜